我研究一下1米和1厘米 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1米是長一點的 大概我當成這樣 上下再長一點 即是叫1米 1米其實裏面有100個厘米 意思是什麼 這裏整個是1米 裏面每一粒 這裏總共有100份 每一個就是1厘米 他們之間的關係 可以有兩種寫法 一種就是一個厘米 接著有重複100次 我會寫100個 重�100次 即可以這樣 一個厘米 重複100次 一個厘米 重複100次 重複100次 或者那個1字 其實我們可以不寫 以及成都可以不寫 即是例如 100個厘米 這樣是同一個意思 即是有100個厘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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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裏就是有100個厘米 好 100個厘米 是跟1米其實是一樣的 那麼少的1米 其實跟這個 是一樣的 即是你重複這麼短的東西 重複100次 它就會等於1米 好 這是第一種寫法 第二種寫法 請你講 我由這個厘米開始想 重複100次 第二個 我由米開始想 由這個米 我怎樣可以計算 變回厘米呢 好 剛才就說 由厘米 我們就可以重複100次 就變成一個米 好 現在由米 由這裏開始切米 那我怎樣變回 這麼小的厘米呢 那我就要把這個米 切開100份 然後呢 只拿一份 好 那這個就是個份數的意思 之後我把一個米 切開了100份 那我就是拿一份 那拿一份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CM 一個CM 那麼長 所以它和CM是相等的 那 那 當然我們這個 是 這個是一樣的 這個1 和一個成號 其實是可以不寫的 那 那 我寫到這樣 一百份之一 這個1米 也可以 或者 會這樣寫簡單些 是的 一百份之一個米 是的 就是不寫這個 是的 不寫這個 這個成同一個1 那其實這個 它的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將一個米 把它切開100份 拿一份 那這個 拿完出來之後就是 尼米 好 這樣 就這樣 好 所以 我再重複一次 如果 將一個 一個CM 重複一百次 我們就會 算到 是米 好 如果將一個米 切開了 一百份 拿一份 這樣 算出來 就是米 好 這樣 這樣 吧 還有